我覺得人生真的不是只有交男女朋友 然後或是買房買車結婚生小孩 我覺得生命中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探索跟享受 試試這個 我們有最好的食材 我們搬家公司非常苦惱的家大型床墊 明天週六要去拍攝 一束簡單包了一下就是插在家裡 然後另外一束就是拿來當明天的拍攝道具 我們要坐兩個小時的順風車去機場接王同學 女人 不凝固 吃一個魚片子要放一顆小心 但要不要放一顆 今年祝福有無限的展開 你好,我是Daphne 我是花样闹的包包设计师 我人目前在深圳 然后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我的创业生活大小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对于创业或者是设计还有旅游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欢迎关注我 然后其实我和我男朋友就是 在居无定所100天后 也就是我们去年从深圳飞到泰国曼谷 然后又飞到卡亚,再飞到清曼 然后再飞到吉隆坡 从吉隆坡再飞到巴厘岛 然后再从巴厘岛飞到新加坡 从香港进深圳 然后我在深圳可能待不到一个月后 我又飞回台湾 然后再从台湾飞回香港的就是路上 我又去了日本 然后我们就在4月的时候就决定在深圳住了一个新的房子 所以我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加 然后还有如何透过质感的小物来提升就是居家氛围的影片 然后这支影片其实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 两地生活上的不同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是没有来过这边旅游或者是工作 然后可能是有计划或者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没有在这边旅游 所以我可能只能分享我个人的生活 还有工作经验给大家 在分享之前其实我想先就是回复我身边朋友最常会问的问题 就是你打算定居在深圳了吗 我们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 不一定会等到合约到期我们才会离开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 不然你一直住饭店也不是办法 而且消费也会很高 搬完新加 其实因为空间很大 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就是规划好 包括说这个房间是我的工作室 然后这个架子上面就是满满的都是我的样品包 还有我自己私人用的包包 所以其实后面有很多东西会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会先忽略这一块凌乱的架子 然后4月中的时候其实真的超忙 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台湾飞到广州参加广交会 然后我就特别从深圳坐车到广州白鱼机场去接他们 就是我从我住的地方上车一直坐到机场 大概是坐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就很像台北你坐客人坐到台中 除了一开始联系不上我朋友 其实我觉得其他都还蛮顺利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来这边出差一周以上的时间 我会建议你可能在台湾就要先把漫游先弄好 安装好BBN 这样子你过来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这一次去接我朋友我觉得我还蛮幸运 就是从深圳到广州机场的第一趟的顺风车是非常的干净 因为很常会坐到那种车子不是很干净 但是你又要坐很长途的话就会非常不好受 所以也因为车子很干净我就跟司机说 啊你能不能就是放我在机场的时候等我一下 然后把我朋友就是接到之后我们就立刻上车 因为刚好那段时间是广交会嘛 所以机场就是非常的拥挤而且人潮很多 所以我也不想要重新再叫车再等车 就是很想要就是你知道完全不停止的移动 相信很多台湾人到大陆的首选都是上海 比较国际化包容度比较高的城市 但由于经过去年封城的事件 就是上海有一点一去不复返 朋友说就是街道有慢慢的复述 但由于当时走了一大票的外国人 然后现在对外旅游也没有完全开放 工作签证也比较难拿 然后我其实有一直想要回上海去找朋友 跟吃上海的食物 但真的现在又花一千多块飞上海 一浓浓 北上广深除了北京我没有去过之外 上海跟深圳的消费是可以很高 但是我平常是真的很少吃当地小吃 主要是因为我吃得很清淡 加上我的饮食习惯一直都是吃日食料的一根西餐比较多 即便其实我在大陆来来回回了七八年 但是我的生活习惯还是始终如意 就是吃很清淡然后还是打繁体字 然后我为什么会特别说打繁体字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发现还是有蛮多人都还蛮刻板印象 他们会觉得你在这边你就是必须要 融入这边的生活圈 然后用比较银河他们的方式来说话 才混得下去之类的 然后也有人会问我你在就是这边这么久 为什么你讲话的方式没有被通话 我只能说大繁体字 因为我大得比较快 而且我也不怕别人知道我是台湾人 就这样 再来就是工作环境上的不同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我还是会愿意来大陆工作 但可能就是城市上的选择 还有规划会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是刚毕业 或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我会建议你先问自己 为什么要到大陆工作 再来就是直接去第一线大城市 然后不要局限自己 一定要在台资企业 或者是台湾的朋友圈 当然这也不是受用于所有的人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跟大家说的好消息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为下礼拜要来深圳找我 他从他粉丝那边得到很多好吃好玩的 到时候可以带上我这个 折口宅女 多认识一下深圳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